作词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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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温柔不被联系 爱着好的寂寞老去 在令人窒息的冷战里 因自己心跳深移 曾经炙热狂乱的激情 变得好透明 突然间像无情 当初是什么原因 掉入这个爱的陷阱 君在已经几个世纪 却依然还站在原地 在你愤怒的背影里 掉不到半点柔情 也许爱情也要捧一点运气 错不在你 只能如此安慰受伤的心 离开你 离开这个可怕的陷阱 离开离人窒息的空气 我终于还是输掉了爱情 你也终于失去了我的心 这场惊险的真意里 谁也没有意 我终于还是输掉了爱情 你也终于失去了我的心 这场惊险的真意里 谁也没有意 你选择和努力 转过头去 不说话一句 我站在这里 让我的泪洒满一滴 我父亲徐悲鸿的一生 都是以一颗真诚的心 去从事他的美术事业 同样的 他也是以真诚的心 去处理他的感情问题 正是因为他过于真诚 使得他在感情上 遭到很多挫折 我有时候想 假如他懂得讲些善意的谎言 可能他跟我母亲讲的一位之间 不至于闹到决裂离婚 感情上的事真是剪不断 理还乱 我终于还是输掉了爱情 你也终于失去了我的心 这场极限的真意里 谁也没有意 我终于还是输掉了爱情 你也终于失去了我的心 你也终于失去了我的心 这场极限的真意里 谁也没有意 你选择和奴隶 转过头去不说话一句 我站在这里 我站在这里 有我的脸 怎么一定 我终于还是输掉了爱情 你也终于失去了我的心 我站在这里 有我的脸 怎么一定 离精 多様 你一定还怪我 没有半途离婚手去的 你有这个问题吗 多枝 你放心 这次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圆满的交代 悲鸿,你知道父亲对我的重要性吗? 从小,他就经历的栽培我 并朝着我的兴趣发展 想让我成为他心目中的骄傲 他把全部的希望都放在我身上 你能了解一个老人家 心期盼着一个希望的那种心态吗? 我知道 因为这样,所以我不想违抗他和你结婚 多此 其实有一点,是你还没有察觉 老人家为什么反对 因为他对我们很不信 还存有怀疑之心 所以他害怕 他害怕答应之后所要承担的风险 你懂吗? 就让我们保有先前这几年的生活方式好了 多此 你这样的想法太悲观 也太软弱了 以前我们所要做的 就是如何取得你父亲的信任和认可 明天,我到你宿舍见你 我们一起去你老家见你父亲 这一次我一定有把握的 这一次我一定有把握的 我一定有把握的 是 请问说多一次小姐在吗? 这不在 来 这一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快走吧 你自己好好保重喔 快走吧 唐晨 送我 没吧 快走 唐晨 从今天起 我要给你一个全新的生活 我要送你一个全新的名字 以后我要叫你毕威 毕威 对 这是我们的结婚戒指 来 给你戴上 有天地为政 悲鸿地位 皆为夫妇 今生今世有何分离 我心里好乱 我知道 我了解 但是 你一定要相信 这辈子 我都会拍你 就是 每 Bee 你都会 vic 但是 虽会 王年 而是 庄 waited 他叫鼓 布 比威的個性比較剛烈 你照顧起來一定不簡單吧 我們找個地方聊聊吧 不必了 在這裡談就好 你對她是有影響力的人 所以想請你去勸勸她 她答應和我離婚 這話怎麼說呢 這詳細的情形讓她自己跟我談 不過我今天來找你還有另外一個目的 我想請你幫我找一找孫多慈 她失蹤了好久 我到處託人都找不到她 你在教育界的關係好 是不是可以請你利用你的關係 幫我打釘打釘啊 找孫多慈我一定盡量幫忙 我是用盡了辦法找她 都找不到 只好來找你了 或許你比我更能體會出那種心情 我是說心愛的人不在身邊的那種心情 如果以你的立場來設想 我當然能夠了解孫多慈對你的重要性 放心 我一定盡量想辦法 那就麻煩你了 還有 我在貴陽有二十四箱的東西想運到大後方 如果方便的話 方便方便 我一定盡量幫你辦 謝謝 真不好意思 靜雯快點 再上來一點 老師啊 為什麼要搬到這閣樓來啊 每天上上下下多麻煩啊 這有什麼麻煩 住在市區裡邊每天多警報 不是更麻煩嗎 這裡好好整理整理 還是可以湊火的 再說現在是抗戰時期 一切不是都要重建嗎 再上來一點 再上來一點 老師啊 為什麼搬到這閣樓來啊 每天上上下下多麻煩啊 這有什麼麻煩 住在市區裡邊每天多警報 不是更麻煩嗎 這裡好好整理整理 還是可以湊火的 再說現在是抗戰時期 一切不是都要重建嗎 張市長 你要找的人已經找到了 就在湖南安清女子學院 北方找你找得很久 你總是必不見面 我 結婚了 你怎麼不這樣背 我又不得你的苦衷 他還好吧 他為了找你 即使之間 麻煩的時間 跟你進行狀況 都差 我求你 求你千萬別告訴他我在這裡 更不能告訴他我結婚的事 我會找機會去見他的 對 老師 老師 這是張次長派人送來的信 哦 齊有此理 老師 下面還有一張 三百萬令將三百幅畫 齊臨是 我去找他 你 離婚跟我要三百萬 還有三百幅畫 你真的是四字大開口 還有你 找不到孫多子 所有的學校都歸你管 你那邊人嘛 居然會找不到其中的老師 怎麼 你們串通好了 要治亡於死地 是不是 你們開心了是不是 許白虹 你講話客氣一點 什麼叫我們好開心 我這所以要求你三百萬盒 三百幅畫 完全是為了兩個小孩的生活保障 我陪上了我的親孫 撫養兩個小孩 到現在人老朱黃了 這你要求算什麼 你欺人太甚 什麼叫欺人太甚 是你太自私了 當初你為了孫多子 登報和我脫離同居關係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過 我的感受 我所承受的 你這一輩子 你只知道你需要什麼 就要什麼 你從來不肯負任任 我承認 在婚姻上 我是失敗的 但是有破裂的婚姻 絕不是由丹方殿造成的 你們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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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喝藥吧 怎麼了? 甚麼程離還要ятся 陳陳陳陳秀 你寫牙膏 好,要多注意身體 我看你還是上床休息吧 多吃 可不要像天上的雲彩一樣 讓人做摸不定 為什麼? 跟你一個月記 就會讓我覺得害怕 害怕? 我長得很可怕嗎? 我是害怕自己 你又在胡思亂想 記住老師的話 有老師在,你怕什麼? 就是因為你是老師 所以我才害怕 害怕自己 不能負擔對你的這份情 這也就是我要離開你的原因 現在還要離開我嗎? 我不知道 你到底在哪兒? 你知道嗎? 我有多麼想見到你 可是他們卻阻止我們見面 老師 你可以告訴我 你東西在哪裡 你在哪裡 你在哪裡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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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扶您上床休息吧 1944年7月下旬 徐悲鴻接廖靖文女士 復醫診斷 經證實 離患了高血壓症 和慢性腎臟炎 經勸說 住進重慶中央醫院 住院半年 同年9月 再次向蔣碧維提出離婚要求 好 好 為什麼天氣好好 我們出去散散步吧 呃 我不想出去 為什麼嘛 我們出去看看 老師 你不是說要交我畫碼的嗎 是啊 那就走啊 走嘛 你答應過人家就不能耍賴的 好 我 來 去拍馬啊 好 以前 羅茨 也經常陪我們來這兒 也是站在這兒 他那個時候 就像是小羊一樣 蹦蹦跳跳的 好天真 好可愛 我得找阿貴 我要寫信叫阿貴來一趟 老爺 坐 坐 坐下來說 接到您的來信 我們夫妻倆就連夜趕來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 我跟孫多慈的事情 你們是都知道的 現在碧維跟我提出三百萬 以及三百戶畫的事 我實在是沒有辦法辦到 老爺 你們這是何苦呢 與人家不要插嘴 孫多慈跟我 也已經有十年了 我總不能 不給人家一個明確的交代 現在 是只差一紙 離婚寫一書 那三百幅畫 我想 我可以終其一生 慢慢地畫給他 也算是對碧維的一種補償 可是那三百萬 對 這也正是 我找你們兩位來 要商量的事 小玉 你跟太太已經這麼久了 是不是可以請你幫我 去跟她說一下情 請她的條件緩一緩呢 老爺我 我最近身體情況很差 精神也不好 這件事情 有一支卡在這裡 沒有辦法解決 我也實在想不出任何辦法 只有找你們 你們是我最親的人 老爺 會的 我們會幫您去說的 阿貴你們來了 我們是來看老爺的 老是在休息呢 人家過年過節 是團圓的好日子 你看老爺去 老爺 老爺 你們來了 老爺 您身體不舒服 又沒有人照顧您 要不我搬來跟您住 不用 老爺 誰說沒有人照顧我的 你看 他就是照顧我的人 老師 吃麵了 謝謝 就你照顧老爺 你瞧瞧你給老爺吃這什麼東西 一點營養都沒有 誰說沒有營養 你看還有兩個荷包蛋 是特地給老師補的 老爺 老爺 今天是廚戲夜 我們特地帶了狗不理包子 來給您吃 真的 好極了 謝謝謝謝 那你叫辛辛苦苦煮的麵 還有荷包蛋 誰吃啊 你放心 老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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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麵也吃 包子也吃 一定也吃你煮的兩個荷包蛋 好極了 別管 你怎麼來了 你一個人怎麼能過除夕夜呢 我只好趕過來陪你了 我歡迎你來 可是這樣對蘇珊不公平吧 她要是有你這樣的想法就好 蘇珊她真難了解 有時候女人只能去愛 不要刻意去了解 蘇珊變得疑神疑鬼 對她好呢 她說我別有企圖目的 她還說 我們三個人 既然生在這個時代裡 活著痛苦 趕緊通常被炸死算了 她情緒不穩定是難免的 你就讓讓她吧 她整天都鬧 你說 我怎麼能跟她相處 可是你也不能把我這兒當避風港 有何不可 是她自己放棄權利的 老爺,您瞧 這紅燒蹄膀,紅燒牛腩 是您最喜歡吃的 您嘗嘗 好 老爺,還有這是您最愛吃的狗不理包子 趁熱嘗嘗 趁熱嘗嘗 對了,阿貴 你今天來是不是還有什麼 老爺 老爺 這封信是太太交代我交給您的 好 她答應 她答應 她終於答應降低條件跟我離婚了 老爺,結個婚多麼不容易 你為什麼要離婚呢 小玉,你不懂就不要多說了 多次,我對你的承諾雖然是來遲了 但是,我終於做到了 小玉,這兩天,你把這些畫 統統整理整理 分類一下,千萬不要亂掛 老師,我是學畫學的 對這些畫根本就一竅不通 你說什麼畫派畫家 我也搞不清楚啊 你不懂畫 怎麼會跑來做我的管理員呢 本來是替一個同學來的 可是後來覺得幫一個畫家做事 也蠻新鮮有趣的 你的生活方式 跟一般人都不太一樣 那我問你 你這麼早也來,晚也來 連我的生活起居都照顧懂 你不怕你的同學講話嗎 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就好了 為什麼要在乎別人怎麼說呢 我跟你講,你碰到十個人 會有十種不同的說法 那你說到底要聽誰的呢 你們這一代,還真是不一樣 好 老師,吃飯囉 好豐盛的晚餐 這是人家的拿手菜 趕快嘗嘗看吧 好 好不好吃啊 好不好吃嘛 小丫頭 你是不是忘了放鹽呢 好像太淡了 人家是為你身體著想 所以才故意把菜弄淡一點 那是人家 好嘛好嘛 這個好吃 我不但把整盤都吃了 我連盤子都吃下去 這種可以了吧 小丫頭,別生氣嘛 這還差不多 你 老師,你的信 多次要來了 多次要來了 你 老實,你的信 好 好 多次要來了, 多次要來了 丫頭, 這天我們把這裡好好整理 佈置一下 好 還有, 我們這幾天 得到郊外去寫個身, 多畫幾幅畫 否則多次, 會說我偷懶沒有創作 有些人 真是 不可怕 有些人 有些人 你一跳 你跑到哪裡去了 人家好無聊 已經在裡面站好久 不要畫了啦 我們去玩好不好 聽話 等我把這個畫畫好了 我們再去玩 不要 我明天好久了啦 明天再畫好了好不好 我剛剛在那裡看了這小姐好可愛 我們去玩啦 好啦 走啦 不行啦 走一走 對身體好的 走嘛 走啦 好好好 不畫了 不畫了 我已經猜到你了 もう那裡走 scatter 那 cs醉了 霖神 バジ子 都中方 多吃 多吃 北虹 多吃 北虹 這些話 都是因為你要來而忘的 看得出韻比活潑 但有點急 想偷個懶 還是逃不過學生的眼睛 老師 我茶泡好了 那我先回去了 你們聊 明天見 孫小姐再見 明天見 這小丫頭 這一陣子 還多虧她幫我 幫我這裡這麼許多的話 還不舒服 甚至 連我的生活起居 她也一併照顧 身體還好吧 前一陣子 為了想你 快病了兩天 現在見到你 我什麼病痛都不 我 還有 碧薇 她就答應給你 婚 多吃 這些年 你說的委屈 現在 我終於可以給你們交代了 北虹 我並沒有要求你這樣做的 我知道 你是從來沒有要求過什麼 也從來沒有要我給你成 可是說也奇怪 越是這樣子 我反而被你抓得越近 我自己知道 我應該為你多做些事情 來賬你 而且 我也正盡力在做 要表達我的思想 我的情感 在化作過 是容易的 可是 要表白我對你的心 我對你的情 我卻不知道該如何表白 難道 是一直承諾 還是 都不要 我 我明白你對我的心 但是 我 我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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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來這裡工作一段時間 要走還真的有點捨不得 你留下來照顧他 我必須要走 不能出下來 為什麼呢?你為什麼要走? 老師是那麼深愛著你 難道你一點都不愛他嗎? 我當然也是深愛著他 兩個相愛的人 以前是因為老師有婚約在 所以不能在一起 可是現在師母已經答應離婚 已經沒有任何阻礙了 為什麼不能在一起呢? 從一開始 我就沒有要和老師生活在一起的打算 是他誤會我嗎? 剛剛你說深愛著他 現在又說沒有跟他生活在一起的打算 實在是前偶矛盾 兩個相愛的人 我比較在意在一起時 那種互相同入契合的感覺 這份感覺是非常美 而且令人感動的 就像一幅能引起你共鳴的話一樣 也許是我學油畫的關係 為了保持這幅畫的美好 我只有退後幾步 遠遠地看它 生怕靠近後會破壞這份美感 你能體會這種想法嗎? 好像懂又好像不懂 你講得太深奧了啦 我似懂非懂 不管你懂不懂 我只是要拜託你 好好照顧他 他是一個好人 一個有才氣的好人 真的 兩個相愛的人 我比較在意在一起時 那種互相投入契合的感覺 這份感覺是非常美 而且令人感動的 就像一幅能引起你共鳴的話一樣 也許是我學油畫的關係 為了保持這幅畫的美好 我只有退後幾步 遠遠地看它 生怕靠近後會破壞這份美感 你能體會這種想法嗎? 好像懂又好像不懂 你講得太深奧了啦 我似懂非懂 不管你懂不懂 我只是要拜託你 好好照顧他 他是一個好人 一個有才氣的好人 真的 我會的 老師 時間不早了 你該休息了 他不會回來 會的 會的 一放假他就會回來看您的 多次 他變了 這次見面 感覺上 他跟我距離好遠好遠 我想 他是不會再回來了 老師 你一定要相信 他是愛你的 她 他會不會再回來了 他回來了 他還會 trailer 他還沒什麼 他還未來 他還未回來了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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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辈子 老师 我没有做对任何事 畢微不谅解我 多次嘴里没说 他心里也是怨的 像你这种爱情真是伤人又伤己 不然可怕 我实在无意商谈的 当我在面对任何一个人的事 我都是全心全意 女人心里是不懂的 情人眼里是容不下一粒沙的 说你是画家 感情这事你却外行得很 你懂 好 那你告诉我 我该怎么办 怎么办 我们回家吃饭去 你已经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了 再不吃啊 就算你知道怎么做 也没有力气做了 走吧 走嘛 我煮了很多很好吃的东西 要等着你吃 走啦 真的 好 坐 不是说要离婚吗 怎么一直都没来办呢 不急嘛 郭阳跟莉莉都还好啊 他们住校也该习惯了 他们都还好 只是一阵子没去注意他们 郭阳居然说要去仇军 郭阳居然说要去仇军 莉莉有样学样的也跟着去了 我想阻止都阻止不来呢 这也都怪我 这辈子还真是荒唐 没有尽到照顾你跟孩子们的责任 不过还好 有三弟这个有心人 还真难为他了 人的一生中 能碰上一个天才 已经是很难能可贵了 而我 却碰上了两个天才 只不过一个是艺术家 一个是政治家 想和天才相处在一起 一种办法是努力的去伺候天才 另一种办法是让天才来伺候你 还是让人伺候得好 最近身体还好吧 血压高的毛病可得多小心 尽量吃清淡一点 有啊有啊 那小丫头可管得紧 自己也得注意一点才是 是的 其实你也一样 博洋跟莉莉现在不都住校吗 你没事的话 也应该多出来走走 活动活动筋骨才好 我可忙着嘞 每天去学校教法文课呢 教法文 想当年我们在法国的时候 因为语言不通 不才闹了很多笑话吗 现在你居然教起法文来了 还真是料想不到 料想不到的事啊 还多着呢 我们满怀着希望 不顾一切 去日本的时候 怎么会想到今天 变成这个样子呢 那个时候 年纪轻 有憧憬 我想这人嘛 不总是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的嘛 只是现在回想起来 实在是很难想象出 那个时候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勇气 师母, 请喝茶 这位同学是美术系的吧 不是 我是来替老师整理资料的 因为我以前在图书馆待过 所以比较有经验啊 人家对你好啊 你可别亏待了人家呀 其实啊 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好给他 也不过 就是这些画作了嘛 那就好 太晚了 我该走了 你要多多注意自己的身子啊 静雯啊 帮我送送比威 师母请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 举行婚礼 廖静雯女士 现任北京徐悲鸿 纪念馆馆馆长 好 questa 很喜欢 Infinity 你 寻 Tales 走过来 从你雨里 我们相拥取暖 不管日月星辰 如何的变化 河海和桑田 怎么更改 我的爱 为你等待 为你等待 我恨你 我不分离